台湾的美国机场 达到美国机场之后 因为当地的海关认为他的伤势实在太严重 而且他身上还插着石道卫管 所以他就拒绝他入境 甚至要直接牵绊回来台湾 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 上周护送一只受虐毁龙的流浪犬 小花飞往美国西雅图 接受颜面重建手术 没想到他的伤势太严重 一度被美国海关检疫官员 认定不已入境 经台湾动物紧急医疗小组 跨海和美国当地动物保护团体 及美国海关进行沟通 先把这只狗载到离机场不远处的 一个24小时的动物医疗机构 来做减商评估 那确定是没有问题之后呢 才放行让它能够顺利的来入境美国 小花的脸部是在今年10月初 在高雄验潮遭不明外力贯穿 右臂侧造成长2公分 宽1.5公分的孔洞 出口在口向上二 破洞长4.5公分 宽2公分 造成颜面毁容 她在台湾曾进行过3次修复手术 但是她的婴儿破洞 先评估后才会在美国进行颜面 整形重建手术 小花入境美国后 会先在美国当地动物整形医疗机构 进行诉前评估跟检查 预计在1月份的时候呢 就会进行这个颜面的重建手术 初步估计小花这次医疗所需的费用 我们初估她整个疗程可能需要大概20万元左右 如果确定要在美国进行手术的话 我们可能会在网路上来进行一个募款 小花未来在美国进行颜面重建手术后 将会留在美国 康复之后 我们就会直接在美国那边来开放任养 是我们的新开报了